今天咱们修一个电饭锅 它的问题呢是不通电 客户说啊 在使用的时候 然后这个纸灯都不亮了 然后呢也不加热了 现在我们给它充电来看一下 通电我们看这个纸灯 它并没有亮是吧 确实是不通电的 像这种不通电的 我们就要把它给拆开来检查一下 首先先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 然后把这个锅打也先拿出来 拆这个电饭锅呢也很容易啊 其实就在它底部 这个盖啊 上面就三条螺丝 我们只要把这个盖给它打开就行了 拆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为什么说这种电饭锅比较容易维修啊 我们可以看出它上面是没有电路板的 这样呢只是有几条线再连接在一起的 像这种不通电的电饭锅呢 我们首先啊 先看一下这些线有没有烧断 如果没有烧断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再检查一下 这表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温控啊 温度保险 这个东西换了以后啊 它就会出现电饭锅不通电 这个温度保险呢 一般烧坏以后啊 从外观就能看出来 一般都烧糊了 有的一些情况呢 是从外观看不出来的 想象的情况我们就需要用 网表来测量一下 其实它坏了以后啊 就会出现整个电饭锅不通电 我们检查一下 看一下是没有任何犯用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管坏了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拆它的时候一定要用个钳子夹住这个发热管 它这个接线端这一块 如果不夹住的话 用力拧这个螺丝 很有可能啊 会把这个加热管罩给拧坏 其实像这种温度保险 它是有型号的 我们看这是一个250伏10氨 185度的 然后呢 其实啊 它185度到200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我这个新的是一个200度的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代替 现在就把这个给装上去来试一下 这螺丝一定要拧结实 不拧结实的话 容易接须发热 容易把线给烧坏 这边也是一样 一定要把螺丝给拧牢固 花好的这个温度保险呢 不要让它挨住这些金属的部分 一定不要让它挨得这么近 离得稍微远一点 我们现在充上电来看一下 看来纸灯已经有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灯也是有的 所以说就这么简单 这个锅就修好了